大鸭,我有话跟你说,帮我做一件事,陈婶子去我家强劫你弄伤我的事,就一笔勾销,我给你剑足的时候,已经一笔勾销了,我没答应,那你要我做什么,帮我去搬石头,越多越好。 嗯?现在不是玩的时候,你要是想我陪你玩,等这次的危机过去了,你想我搬多少,我就搬多少,我不是在玩,我是要不振,上次我摔伤的时候,迷迷糊糊感觉好像飞到了天上,朦朦胧,我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,他说,我阳寿未尽, 但接下来,会有一个大劫,交了我一个阵法,助我必劫。 明英没办法解释阵法是怎么会的,只好编了个故事。 如果那什么阵法有效果,你应该告诉村长才是。 我不能告诉村长,也不能告诉其他人,因为那些死士,一定是暗处观察我家村的所有人。 如果大人们来布阵,死士知道了,或许会提前杀过来,或许早做好防备,到时候阵法根本困不住他们,只有我们小孩子,你玩的名义悄悄布阵,才不会引起死士的注意。 陈大鸭跟着明英进了树林,他开始找石头,明英则躲在一棵粗壮的大树后面,锻炼身体,以捉迷藏的明英。 夜深人静,前五十五睡了一觉,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,往营帐的方向走来了。 三叔啊,我想尿尿,带我去尿尿,我一个人去林子里害怕。 石头,营帐里有马桶,竟尿在马桶里,三叔要巡逻,走不开。 对,这马桶我尿不出来,而且爹他们辛苦了一天,我怕会吵醒他们。 三叔啊,三叔,我快尿出来了,滚带我去啊,三叔。 唉,走吧,石头,三叔带你去,你快点解决啊。 谢谢三叔。